新北一市的疫情相當的慘重 其中要來看到是位在三重的排隊 小吃名店金大滷肉飯 自從上個月餐飲宴的內用禁令以來 可以說營業額狂跌了百分之九十五 看起來以往的人氣 似乎沒有轉移到外帶或是外送 現在業者說了 如果疫情毫無改善 最多只能再撐兩個月 四大豆加大嗎 然後再一個苦瓜海滷湯 上門點餐的客人寥寥無幾 這裡是金大滷肉飯 招牌肥肉零醬汁配白飯 鹹香帶甜又不油膩 以銅板美食聞名 半個月前還是老饕熟悉的 三爐地區排隊名店 自從餐飲業全禁止內用後 業績嚴重下滑 從開始疫情到現在 業績加了九層半 對 因為我們也是一直在苦撐 我們就是一樣給他們有做 來做 做一修一這樣 員工做一修一 營業額剩百分之五 等於快沒生意可做 原本租下隔壁店面消化內用人潮 如今用不到拉下鐵門 但租金沒少將近二十年的人氣小吃店 收攤倒數計時 疫情還看不到終點的話 有沒有預估說可能也許最久 還可以撐多久 有想過嗎 對 頂多一兩個兩個月左右吧 頂多這樣了 三重這家燒辣店也面臨同樣困境 內用客人轉外帶外送比例很低 即使比一般燒辣便當便宜二三十元 也走平價路線 疫情期間只能苦苦支撐 現在只希望還能撐到疫苗全面施打 警戒解除 否則越來越看不到明天 記者劉松林 陳佳明 新北市報導